大夫可有良药 除非有人用身后的极寒内功 为他压下焚心之火 方可保他的性命 在下艺术平庸 实在是无能为力呀 告辞了 青山院不可成为他人酒后谈资 你可有数 我 我发誓 我今天只为宇文岳公子稍作诊治 公子健康主场 其他的 我什么也没看见 什么也没听见 誓言之死 记住了 诺 柳薇 送客 不要 不要让小五 不要让小五 月琪 把星儿带入密室 公子 这丫头伤得太重了 她的命根本救不了 她的命 我输了算 诺 公子 毒蛇之事 我就算先翻整个青山院 也必定查个水落石出 正好借此机会 推掉进军军权的事 把血鱼狗拿过来 公子 血鱼狗乃是你一大克星 极寒之物 万万不可呀 快去拿来 快去拿来 月琪从小已维护蝶指天眼为天职 公子的安危 就是蝶指天眼的安危 月琪不能坐视不管 一个能在绝境里拼命求生的人 值得再给他一次机会 可是他已经成不了您的历人了 执行命令吧 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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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传给你的寒冰剧 历历太过霸道 你暂时还无法掌控 要结合我交给你的内功心法 亲家列心 公子 怎么样 公子 我干不到了 公子 您这是何苦呢 只是暂时的看不懂 她只是一个婢女 到现在 你还认为她只是一个婢女 爹 我也不想让你经历这些 但你是我的女儿 你早晚要面对这一切 我不希望那一天来临的时候 你却没有能力保护自己 记住 不管多少火难 哪怕生如微草 你都要坚强地活下去 只有我活下去 才有无限的可能 从我来说 我都要选择 你我身体饿了 那就是你 我身体饿了 你 我身体饿了 你 你 我的心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子 欣儿方才见公子被毒蛇咬伤 情急之下 才用剑刺伤了公子 还请公子恕欣儿鲁莽之罪 我看 你是想要杀我 但见到乐器来了 改变了主意 过来救我 是吗 公子 欣儿只是单纯地想救你 还请你不要这样冤枉 欣儿 我看你是没有那个能力 等到你有那个能力的时候 你会不会杀我 为你哥哥复仇呢 会吗 当然不会了 公子 欣儿知道任何心思都不可能 瞒过公子 还请公子相信欣儿 我现在看不透你了 来人 把欣儿带去室温 诺 他的眼睛怎么了 说吧 是哪个放的蛇 公子 奴婢知道是谁放的 是欣儿 你凭什么说是我放的 因为你熟之主火 去蛇之法 也只有你 能在蛇队里镇定自如 凶手除了你 还会有谁 好可笑的推论啊 锦珠姐姐 你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救了公子 所以我就是凶手了 那我想请问你 我到底是想救公子 还是想害公子啊 住手 一般的姑娘 都怕蛇 你怎么不怕呢 公子 熙儿不是公主 熙儿是婢女 公子 熙儿在草场 做婢女这么多年 饿极了连老鼠都吃 就更别说蛇了 这么说 你妹妹也不怕蛇了 带小鸡小疤 六姐 我妹妹跟这件事情 根本就没有关系 为什么要绑他们 静小七 你在公子宅外鬼鬼祟祟 说 蛇是不是你放的 不关七姐的事 全都是 全都是我 全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跟六姐一大关系都没有 熙儿 你妹妹已经招任了 公子 小七近日一直行踪鬼秘 我就觉得奇怪 原来是她放蛇毒害公子 小七 你怎么这么糊涂 你为什么要去打成招 任自己没有做过的事 小七根本就没有资格 进入内室 就算她有再大的本事 她也没办法像变息法似的 把那么多毒蛇 变到公子身边 她是进不了内室 可是她有个贴身婢女的姐姐 你进卧室可是来去自由 我要想放毒蛇 用得着小七吗 锦竹姐姐 我倒是很好奇 你为何一连几天 都能看到小七行踪鬼秘 你 小七 你说 我在找东西 星儿 你妹妹在找什么东西 做姐姐的应该知道吧 我当然知道 公子 星儿只不过是在找一块手帕 前几日 丢在公子书房 是 因为 星儿姐妹几人 已经家破人亡 那块手帕 是我娘留给我们的唯一念想 啥妹妹 其实已经失去的东西 找不回来并不中了 只要我们心里面记着亲人 我们姐妹还能够在一起 这就够了 六姐 你们不要再犯傻了好吗 叔 以情动人 这一招什么时候都好用 只能迷惑心智平庸之辈 不过锦竹姐姐 我现在倒想反过来问你 公子的卧室里 从来只供兰花 菩提 最近为何无端端地 出现了几盆火烧藤角 这又如何 青山院地理特殊 紧挨着温泉 蛇虫术语本来就多 我们奴婢平时都会撒些蛆虫的药 避免蛇虫进屋 煎饶到主子 而火烧藤角来自南疆 气味独特 更是吸引蛇虫 比银丹草 叶莱香 还有状元清 更为严重 可火烧藤角的气味就算独特 也绝不会引来这么多蛇 那这么说 锦竹姐姐是知道火烧藤角 会吸引蛇虫吗 那姐姐去购买四盆火烧藤角 你居心何在 我能有什么居心啊 公子 我一直对您忠心耿耿 绝无二心的 公子 自从馨儿到您身边伺候之后 每个月都会收到各房的孝解 馨儿一直都是拒绝的 但是他们说锦竹姐姐在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厨房每月十两 花房每月十两 换衣房每月五两 针线房每月五两 不算上其他各房的 光这四房 每个月就能收到三十两银子 你胡说八道 公子身份高贵 从来不沾金银俗物 想必也不知道三十两意味着什么 馨儿就来给您算一下这账 像馨儿这样的奴婢 穷苦人家的孩子 如果能卖上十两 那已经是阿弥陀佛了 那照这样的话 锦竹姐姐每个月 光收这三十两银子 就会买她自己三个来回了 你胡说 这次火烧腾脚 我真的没收钱 这么说 其他的地方收钱了 贪污受贿之人 有一必有二 公子 奴婢知错了 奴婢 确实收过一些散碎的银子 买花袋 可奴婢只是向公子 每天感觉新鲜一点 奴婢只是愚昧无知 但绝无坏心的 就算是锦竹贪财 也不能证明 他有心要害我 贪婪之人必有欲望 人一有欲望就容易被收买 要不然锦竹姐姐 怎么会受人指使 弄来一只雪玉狗 让我抱进公子房间呢 反正雪玉狗已碎 我死不认账 他们又能如何 什么雪玉狗 公子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公子小心 馨儿 公子眼睛已经忙了 你还想拿雪玉狗伤他 真是狼子野心 这下全暴露了吧 月妻 快把他抓起来吧 来人 给锦竹上中铐 你敢抓的是他 你不是不知道 雪玉狗为何物吗 那你为何知道 他会伤害公子 说 雪玉狗哪儿来的 三房太夫人赏赐的 三房太夫人 三房太夫人瘫痪在床 不见人事 你要再撒谎 我就让你变成 三房太夫人一般模样 狼并 公子我说 是 是初他宗官 他跟奴婢说 这个是北疆特产 是西汉物件 能在公子闭关的时候 赎金活血 功力大增 而且 而且怀公子还留了一尽 奴婢真的不知道 公子有寒疾 奴婢真的没有想到 奴婢吃醉了 昕儿 就由你 亲手惩罚锦竹 公子 公子不要 昕儿他跟我有仇 你们都知道的 他会打死我的 公子不要啊 昕儿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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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人活活打死 始终还是太过于残忍 如果换作是锦珠打你的话 他未必会觉得残忍 他是他 我是我 来人 把锦柱带下去 重打二十边 诺 兴儿护主有功 可以赏 多谢公子 但是公子 兴儿最想要的赏赐 其实是能放过我的两个妹妹 让他们跟我住在一起 好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